在古代的大多数封建王朝时期 一直都是汉人占据统治地位 其他的少数民族只能俯首称臣 当然也有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时候 就比如历史上的元朝和清朝 元朝由蒙古族建立 虽然他们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夺取政权 但前前后后存在不过百余年 最后终究是被汉人联合起来推翻 可清朝却截然不同 满清统治者在入驻中原之后 不但稳固住了政权 还实现了与汉人和谐相处的局面 那为何曾经三亿汉人 甘愿被三百万的满族人统治呢 而且这个统治还长达276年 原来是有这样四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 清朝时期存在着一定的思想束缚 说的更通俗一些就是愚民政策 相信大家都知道 清朝中后期在科举选官制度方面 采取八股取势的方式 满清统治者依旧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但是在考试内容上 局限在某一个范围 这种要求考生只能学习一些特定的书籍 无法开拓视野 也没有精力去学习更加先进的思想文化 久而久之 这样的科举制度体系 培养了大批封建福久的官员 他们固步自封 保持中军爱国思想的同时 也忘记了自己所面对的是别的民族的统治 除此之外 在清朝时期还曾出现过文字狱 在雍正乾隆年间都曾有过 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 是因为在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反清复明的思想 毕竟明朝也有了数百年的统治历史 不少的汉族人依然重于明朝 他们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不认可满清的统治地位 所以时常会有一些反动分子想要聚集民众 推翻清朝的统治 光复明朝 在这种情况下 清朝皇帝就严格打击这些 有头脑有学识的叛党分子 不允许社会上存在有谋逆造反的言论 哪怕是有谐音字或是暗指的意思也不行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 打击了当时社会上的明朝余孽 但同时也迫害了很多的文人学者 此后便少有反叛者出现 思想束缚进一步加强 既然说到了思想层面 那肯定也离不开文化层面 要想两个不同的民族能够和谐共处 同时在敌多我少的情况下 尽快得到认可 那就要想方设法融入其中 减少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矛盾 而这一点满清统治者做的 也的确是非常的出色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改朝换代了 但是清朝建立之后 并没有大刀阔斧地 废除曾经汉人所拥有的风俗习惯 以及所建立的政治制度 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建立其属于自己的政权 这样一来 既能很好的适应中原文化的发展 也能够减少汉人对于满族的偏见 与此同时 清朝皇帝也认识到满汉两族人数上的对比实在悬殊 人家是近三亿人口 自身不过三百万而已 要想逼着汉人全盘学习满族文化 那得猴年马月才能彻底完成 所以干脆自己去变革 鼓励满族人去学习汉族的文化 与汉族人通婚 并且尊重汉人的生活习性 即便是在皇宫之中 也能看到当时汉族的文化色彩 在统治者的带领下 这种民族交融很快就完成了 虽然无法彻底抵消两族的冲突 但是最起码对双方有了一定的文化任何度 一个政权的建立 除了应该有的制度体系外 必须要有绝对强大的军事实力 这也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而当时的满族人 确实有这方面的底蕴 早在清军未入关之前 黄太极就建立了八旗军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和培养 八旗军威名远扬 明朝的军队 以及其他的势力无一不畏惧 而且后来八旗军也是作为主力 一路南下 在多尔滚的带领下无人可当 反观中原的汉族人 仅仅在数量上有优势 实际的单兵作战能力 还真就难以与八旗军比肩 再就是从民族服饰和生活习性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 清军未入关之前 就是欺在马背上的民族 常年进行战争 不是在打仗 就是在打仗的路上 他们的服饰 大多都是为了方便战斗而设计 就连头发也只留一缕辫子 为的就是避免在战争的时候 因为头发过长遮挡视野 或是成为敌人进攻的把柄 如此骁勇善战 又歧视普通的士兵能够抗衡打 除此之外 清朝能够维系数百年的统治 而元朝不能 就是因为元朝一个很大的劣势 那就是当时的蒙古族人 将人分为四等 从上到下 依次是蒙古人色木人 汉人男人 从排名来看 汉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而且在当时有着明确的规定 那就是汉人以下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不得入朝为官 这就意味着 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学子 想要飞黄腾达 改变自身命运的梦想彻底破灭 老话说 惹谁都不要惹知识分子 元朝这般大搞民族歧视 封死了很多有志之士 想要报销国家造福百姓的道路 那他们怎么会不奋起反抗呢 而清朝在此事上 算是有了牵扯之鉴 满清统治者虽然看不上汉人 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尊卑制度 不过并没有制定 严重压迫汉人的政策或是规定 反而还允许所有人 都能参加科举考试 不存在民族或地域歧视 保证公平公正 汉人的仕途不会被阻断 这样一来 那些文人学者 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也就不会走上反抗的道路 总的来说 清朝在建立之后 在各方面都以宽容政策为主 无论是个人的生存还是发展 人们并未受到太大的压迫 他们还能像以前一样 继续去追求人生理想 那大部分的汉人也就没有什么意愿 再去掀起反叛活动 更何况自康熙之后 还有康乾盛世出现 社会一片祥和 百姓安居乐业 谁会愿意放着安稳日子 不过非要搭上性命 这也就很好解释 为什么三百万满族人 可以统治中原276年之久 接下来说 明朝王爷幕出土 揭开清朝隐瞒三百年真相 称篡改历史铁证 明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 在整个历史发展中 也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虽然繁荣过一段的时间 但是最后仍然灭亡了 最后就是清朝时代的到来 我们在了解各个朝代的历史的时候 最主要的依据 就是看一些史记资料 但是这些毕竟是人为杜撰的 真实性也是有待考察的 比如说 后来意外出土了一座明朝王爷幕 主人就是朱以海 他在当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 特别是在明朝晚期的时候 一直带领的军队与清军作斗争 最后病死在了台湾 但是在清朝的一些历史记载中 关于他的死因却不是如此 说他是被郑成功杀死的 之所以会篡改历史 主要原因是为了抹黑郑成功 他的墓葬被发现后 专家们也是非常重视的 对其进行了非常严密的勘测和研究 对于这座陵墓的规模 还是非常庞大的 也非常符合他作为王爷的身份 可以想一想 如果他真的是被郑成功杀死的话 怎么会给他建一个这样规模的墓葬呢 清朝建立之后 按照以往的惯例 朝廷会对明朝的历史进行修正 也许是为了美化自己的行为 也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一些恶劣手段 所以就这样篡改了历史 对于郑成功这个人 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有所了解的 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民族英雄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和清朝有一些争议 所以才会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抹黑 在这座墓葬出土的时候 专家也发现了一块墓指名 上面记载着 朱一海到达台湾之后的一些情况 当他来到台湾之后 出现了严重的水土雾服 导致哮喘并发作 最后身体每况愈下 才因病去世 正是这一块墓指名 上面确切地记载着他的死因 的确是因病去世 并不是被郑成功杀死的 这也洗白了郑成功的名声 同时也证明了 清朝的确隐瞒了他死因的真相 篡改了历史 直到三百多年后才真相大白 其实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 汉人数量这么多 也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危害 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 美化自己的名声 以达到稳定朝局的目的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